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总是忍不住拿他们两个来做对比 因为很巧的是两人遇到的灾难性事件中 曾志伟都是当事人之一 至今仍有人怀疑当年曾志伟为什么要半夜喊刘嘉玲去打麻将 31年前的那个夜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刘嘉玲 不知道怎么形容她 表面化一点的大家看到她就是 漂亮 有 taste 绝 深入点 要告诉大家知道的 我想大家很多人不太明白 刘嘉玲 深的一面 距离刘嘉玲被绑架事件的发生 已经过去了31年 那么31年前的那个夜晚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让我们一起来回忆 1990年4月24日的凌晨 曾志伟和吴君如突然想打麻将 于是曾志伟就给刘嘉玲打电话 喊她一起过去 毕竟麻将是个多人活动 缺一不可 接到电话的刘嘉玲 丝毫没有犹豫 拿起车钥匙就出门了 没想到快到目的地的时候 几个绑匪伪装成记者 假装一局对话 毫无防范的刘嘉玲 被他们一举从车上拖转了下来 三个绑匪将刘嘉玲 拉到一座废弃的旧楼中 曾志伟和吴君如没等到刘嘉玲 反倒是曾志伟楼下的保安 慌慌张张的跑了上来 小保安说 刘嘉玲的车开到楼下时 然后后面跟着的车辆 就下来的三个黑衣人 直接把刘嘉玲拉走了 当时刘嘉玲才25岁 正是年轻貌美的时候 突然被绑架 很难讲对方到底有什么目的 曾志伟当即就报了警 还通知了张学友 因为当时刘嘉玲的男朋友 梁长伟在拍戏 电话打不通 曾志伟只好让张学友去找他 梁长伟一听 心就凉了 直接跟导演说 不拍了 上了张学友的车后 张学友对梁长伟说 你不如开我的车去找一找他 但梁长伟慌得根本没法开车 便请张学友帮忙开车 两人找了一路 也没找到任何线索 三小时后 刘嘉玲却突然出现在曾志伟家门口 进了屋之后 曾志伟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但刘嘉玲整个人已经陷入呆滞状态 什么话都没说 事后 他只说对方是求财 对那天晚上的遭遇 一直闭口不提 其他人也就没有再追问了 时间长了 这件事就被人逐渐淡忘了 而刘嘉玲也告别了TVB 转身进了电影圈 迎来了自己事业上的辉煌 绑架事件 一年之后刘嘉玲凭借阿飞正传 获得法国南特三大洲 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 以及第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第28届台湾鸡马奖的最佳女主角提名 凭着豪门夜宴东城西旧东西西毒 紫书金枝玉叶等电影 刘嘉玲终于让观众明白了 他这个曾被嘲讽过的内地妹是有实力的 张国荣美艳芳为何会力挺刘嘉玲怒斥东周刊呢 时间就这样平静的度过了12年 梁朝伟和刘嘉玲的感情也越来越稳定 所有人都忘记了12年前 那个夜晚带给他们的焦急和恐惧 然而2002年一本叫东周刊的杂志 突然公布了刘嘉玲遭遇绑架时 被绑匪拍下的裸照 这张照片堂皇之地登上了封面 与此同时网上还出现了一段 长达8分钟的不雅视频 视频中一个男人说着日语 女主角脸部被打了马赛克 但脸型和刘嘉玲有些像 有东周刊的照片在前 很多人立刻把视频中的女主角 当成了刘嘉玲 即使刘嘉玲澄清当年歹徒 并没有侵犯自己 但还是挡不住某些人的脑洞大开 那段时间刘嘉玲对生活绝望到了极点 他甚至想到了自杀 好在梁朝伟一直对他不离不弃 始终陪伴着他 梁朝伟心疼地对刘嘉玲说 这个圈子太复杂了 不如我们离开吧 你想去哪里我都陪着你 刘嘉玲十分感动 但他觉得逃避不是办法 张国荣 梅艳芳 曾志伟 刘登华 梁家辉等大牌明星 还有一些自发组织的演艺团体 当时都站出来力挺刘嘉玲 集体声讨东周刊的不良行为 就近了很久之后 刘嘉玲决定站出来 他走到人群中拿起话筒 承认照片中的人是他 他说我今天来到这里 想对爱护我的人 支持我的人 和一些想伤害我的人 说同一句话 我比想象中更坚强 如果这样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 可以令大家警觉到传媒的职业道德 对大家的生活环境的重要性 那其实我受到的伤害 真是算不得什么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 东周刊的老板杨寿成 不得不下令停刊 而在此之前 很多明星都深受这本被内地媒体称为三级杂志的困扰 可以说刘嘉玲勇敢地站出来 不仅拯救了自己 也拯救了无数深受不良杂志骚扰的明星 更为女明星本做了一个良好的示范 后来圈儿内大佬陈慧米 帮刘嘉玲拿回了照片的底片 也警告了当年绑架刘嘉玲的小混混 也让大家知道了 为何照片会突然被爆出来 原来当年参与拍照的一个小混混 后来坐牢了 初一后发现家里有刘嘉玲的照片 于是为了赚钱就卖给了东周刊 同时陈慧米也帮刘嘉玲澄清了传闻 整视频里的人根本不是刘嘉玲 有了这次的情理 刘嘉玲的内心越发强大 整个人也变得更加自信了 刘嘉玲的坚强和勇敢 离不开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她的良朝肺 2008年 这对友情人终于完婚 起初他们也曾为了孩子努力过 但没能如愿后 也就随缘了 如今的两人虽然很少同框 但只要出现在公众面前 大家就会发现 他们的感情真的很好 两人之间是真正的灵魂伴侣 有人说 想开了就是刘嘉玲 想不开就是拦截英 这话不一定对 这也不无道理 因为只有内心强大的人 才能活得开心 坊间一直有梁朝伟 爱的是张曼玉的说法 对此刘嘉玲十分大气 他说 如果梁朝伟真爱张曼玉 我会很开心的 因为他也是个很好的演员 曾正伟为何半夜喊刘嘉玲去打麻将 讲完刘嘉玲的经历 让我们再回到故事的起点 当年曾正伟究竟为何要到半夜喊刘嘉玲去打麻将 或者更直白一点 刘嘉玲被绑架 曾志伟是推手吗 关于这个问题恐怕除了曾志伟 没人能回答 不过这部妨碍我们根据一些既有事实 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首先说结论 我觉得刘嘉玲被绑架大概率是跟曾志伟没关系的 只不过他打电话和刘嘉玲被绑架 这两件事刚好巧合的凑到了一起而已 毕竟绑架事件过去多年之后 刘嘉玲和曾志伟仍然是好朋友 刘嘉玲的智商是很高的 如果他真的有份参与 刘嘉玲绝对不可能和他再有来往 还有就是对于演员来说 作息昼夜颠倒是很正常的事情 半夜喊人打麻将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叫事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白天黑夜的概念 当年赵国荣也很喜欢打麻将 过年期间还经常通宵 原来半年就站起来说句心灵好 然后继续坐下打 因为太过喜欢麻将 他还搞了个麻将大赛 不过因为技术太差 连三甲都没进去 只能站在旁边给别人颁奖 不过曾志伟之所以被人怀疑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一来他在娱乐圈的名声并不算太好 当年拍戏为了效果让女演员和自己来真格的 害得女演员抑郁退圈 还有就是曝光刘嘉玲照片的东周刊 老板是杨寿成 而曾志伟和杨寿成是好朋友 再就是曾志伟明知刘嘉玲故事艺人 却丝毫没有考虑他的安全 比如他完全可以带着吴君如去刘嘉玲家 这样就不会发现后面的事情了 但世上没有如果 只能说有时候是命运弄人嘛 你觉得曾志伟和刘嘉玲当年的事情有关系吗 欢迎说出你的看法 好了 婆儿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还没订阅婆儿频道的小伙伴 记得一定点个订阅哦 您的订阅是我更新的动力 每晚七点我们不见不散 记得准时收看哦